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台湾第二度举办亚太听障运动会 上一届是2000年在台北 而隔了15年 这一次举办的城市是桃园 以安静的力量为主题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赛会 把台湾的美桃园的好 行销到世界各地 10月3号就要开幕的 第八届亚太听障运动会在桃园 以安静的力量为主题 代言人更早来桃园子弟 也是目前国内听障 田径短跑记录保持人王世伟担任 这一次的比赛共计有22个国家 1500多名的听障选手来台竞技 开幕式在桃园市立体育馆举行 将邀请到幽人神谷打头阵 如果没有办法到场参加的民众 不用遗憾 因为官网会直播开幕典礼 而身为地主国 我们也派出71名听障运动国手 在12个比赛项目中参加9项 选手很有信心 要把金牌留在台湾 这一次是赤语听傲的亚太比赛 算是很重要的比赛 那我们都很认真的在做准备 那希望能够多把金牌留下来 这样会尽全力以赴 这一次听障体鞋 夺金设了低标12金 中标15金 高标18金的目标 希望选手掌握地主国的优势 缔造好的成绩 而闭幕式也有精彩节目 端初刚得到世界听障 选美冠军的林靖兰 率领的听障舞蹈团 好好的让选手扭一下 另外也会比较2009 台北听奥闭幕式的做法 用伴桌的方式 让选手品尝台湾独特的美食小吃 希望借这一次 把台湾的美 桃园的好 行销到世界各地 记者欧云荣 王新忠 陈保罗 桃园报导